哇 恭喜蔣介文 今日田徑賽場上的第一金 由台灣提大的黑色閃電蔣介文奪下 這也是他睽違二十年後 在戰拳大運 他在前期圈的配速相對保守 直到第二十一圈時 激起直追 佔據第一 最後不負重望 以三十二分零三秒八一 為台提大拿下田徑比賽的第一金 就很刺激 因為畢竟 我的年紀跟他們的年紀 就可能差二十歲以上 但是經歷而為 我兩公尺應該是第四面的吧 我也不止吧 第五面還第四面 我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每一場比賽 我都會認真 經歷去爭取 在江鏡頭轉往跳遠場上 首次出戰三級跳的選手黃毅雲 以最佳成績十二公尺二五拿下銅牌 黃毅雲原本專長為跳遠 今年換成三級跳 賽侯也提到 因為三級跳較容易受傷 直到大二才開始練習 就在比賽上躲下銅牌 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我三級跳步點 就只有昨天兩過 在學校兩過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這次又破自己的最佳 我覺得很棒 我每次跳完教練都會跟我講 你的動作哪裡要改進 還是你的跑法怎樣怎樣的 對 下一個目標可能是 一二 全田賽就在今年的十月份那裡 對 然後要挑戰 再破自己的最佳 然後也要第一名 在四百公尺的準決賽中 台灣提大的徐教凡 及楊俊淳分別以 48秒64及48秒33 晉級決賽 十項全能的卓嘉璇 目前以總積分 755分 佔據第三 今年他也將爭取二連霸 禮貧第二金 記者徐彥宗 蔡子平 陳柏勳 林雲鈞 台中報導